墨学医子静空老法师 还有他的学生弟子 简红文老师修学 我是佛陀教际经会的 内典研究班的第一届同学 我很感谢简红文老师的教导 没有他 我就不会今天在这边学习奖金 所以当时简老师在创办华藏延期 台北有一个罚藏延期 专门在给人家打佛妻 夏令营 禅修班就在台北的近郊 我就是罚藏延期四位鼓动之一 刚开始创办的时候老师有困难 那我义不容此帮助老师 所以我现在呢 还是罚藏延期的四位地主之一 因为要买那个灵地 买那个山地来开辟 那么提到这个佛陀经会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佛陀教育经会 每天中午 武功完了以后 在十二楼这个餐厅的外面 就一个小花园 就在佛堂的外面 餐厅跟佛堂的外面 就是一个小花园 在佛陀教育经会的十二楼 很奇怪喔 那鸟都知道那个地方 可以免会失食喔 佛陀教育经会的义工 他们就会怎么样呢 他们就在中午 或是晚上的时候 就会把花园那边 撒了很多的稻谷跟蜜 那整群好几百只的鸟 都会呼朋引伴的过来 然后在那边觅食 他也会非常安分的 把你布施这些米的全部吃光 他再挥走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想说真正的事实 我们一般是辨死真言 那我们如果做武功 都会有辨死真言 那这是靠主法和尚的功德力 但是呢 你每天其实都可以辨死 我知道台北 比如说像海淘法师啦 或者其他修密宗的 都会怎么样呢 咽咽 这个我是没有学 咽咽 那咽咽就是蜜教里面 一种施死的方式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随时你都可以咽咽 不用咽咽了 你就可以食物供养 路边很多路倒病人 很多的可怜人 或者我们台北市所谓的街民 流浪汉 还多啦 在我们台北市万华 万华那个地方 算是老人比较多 当然啦 游民背后的故事很多啦 有人是做事业失败 有人是智能有问题 有人是劳动伤害以后身体不能工作 有些人是家里贫穷 有些人是喜欢做游民 大概他们的成分背景都很复杂 当然也有发生酗酒啦 打架啦 或者懒惰不应该工作 这个不能说没有 但是里面有很多 不为人知的故事 像这些 其实你也可以去施死啊 如果你有疑虑的话 像台北市很多善心人士 他们都会在怎么样 他们都在过人的时候 或者天寒地冻的时候 他们叫伴桌 我们台北叫伴桌 什么叫伴桌呢 就叫餐厅啊 或者做餐饮类的人 那伴个十桌二十桌呢 那请这些游民吃饭 给他们饱餐一顿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施死 而不是只有做一个冤共 看得到的你也要去救 你说冤共是看不到的 无形的游民众生 这个我们都相信 做三十西练 或者做小蒙山 像我们在台北 集办的这个万人念佛 七年一场 金年一场 都非常的殊胜 大家都法喜充满 为什么呢 因为法食跟饮食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蒙山共品呢 就很丰富 我们三天的万人念佛 下午都会做蒙山事实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法喜 那众生也翻喜 就是你供养 幽民法界的众生 但是阳世间呢 也有很多可怜的人 除了人道以外 那还有什么样 还有出生道的 流浪狗 流浪猫 还有那些鸟 还有那些鸟 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外国人 来台北 他专门做什么呢 他专门去 去保护那个被主人弃养的 或者被捕受去压伤的那种断了一只脚 或者断了这个尾巴的呢 这些动物呢像狗跟大部分都是狗 就是残葬狗 我们现在讲就是残葬狗 残葬人士他也残葬狗 他只剩下三 狗是四只腿嘛 他剩下三只腿 甚至有时候还两只腿 都被截肢了 那么只有这个英国人呢 他就很有爱心 他在台北教英文 他就跟他太太呢 驾着开个车 在各山野道路搜寻 看有没有那个流浪狗呢 断了一只腿的 他就把他抓起来 那在哪里呢 把他送到我们新北市的金山 就租一块农地 跟农民租一块农地 那盖一个狗兽 就是狗的养老院 然后在那边养他们 这也是跟这里一样啊 也是照顾这些畜生到的 我看到这个电视新闻报道 我就很 很赞叹这个外国人 这么有爱心 他在电视讲说他没有钱 我马上就叫我们连友 帮我送的台币 大概那时候送五万块 我说你赶快送去淡水给他 我帮助他 因为他说他没有饲料 没有帮养这些狗 那我讲了这些故事的意思 告诉你说 其实慈悲心呢 是骗法界的 然后法师说 爱心骗法界 爱心骗法界 不是嘴巴说的 要真正去复制行动 路上看到的 眼睛所看到的 能救的 就尽量救 那当然积极来讲的话 你不要去伤害他们 所以在戒例上就讲 经过草原是不能踩的 为什么 怕伤害到里面的小虫 我们也会讨论到 如果你踩过去的 就是委婉接力 这就是大致别心的显现 那